在之前 Honda Malaysia 的一项活动上面 他们公布了新产品的规划 其中他们表示有一款全新的 Compact SUV 即将登陆我过市场 那么这一款车是什么车呢? 相信大家不用猜都已经知道 它就是在印尼跟泰国市场刚刚发布的 Honda WR-V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款车的特点在哪里 首先根据原厂的规划呢 7 人做的 Cross-over 车型 BR-V 这一次是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 所以它的地位会被 WR-V 取代 我们相信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7 人做的市场竞争太过于激烈 而在 WR-V 这个急剧呢 如果真的要算对手的话 其实它的对手也只有一个啦 就是这个 Artiva 但是实际上它们价格有一点差距 所以严格来讲 W-R-V 在马来西亚市场是没有什么对手的 其实 WR-V 跟 BR-V 是同个平台打到的车款 它们的差距其实一个是7 人做一个是5 人做这样而已 在这个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其实可以看到 WR-V 是非常适合年轻人的 首先呢 它的全车系都配备了 LED 的头灯组 顶级的车款部分呢 还有这个序列式的 LED 光条 非常的好看 另外这辆车的离地高度达到了 220mm 也就是说虽然讲它是一辆小型的 Cross-over SUV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定的通过能力的 另外呢 在车顶也可以看到有这个行李架 以及车尾有 3D LED 的光条 整体的外观设计部分呢 我觉得其实也非常适合在市区驾驶的 因为在市区驾驶呢 主要要求是轻便 然后要有一定的通过性 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 KL 时常会有盐水啦 所以 220mm 的通过性呢 可以让它在涉水的深度上面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款车其实还蛮适合马来西亚市场的 在内装的部分呢 基本上它跟这个全新一代的 BRV 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共享了同一个内装的设计 虽然这个内装设计看起来朴素了一点 但是应该有的功能都有 例如说中央的触屏主机支援了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另外呢 它的方向盘大家是不是看起来似曾相似呢 其实它跟上一代 Civic 也是 Civic FC 的方向盘设计非常的类似啦 它上面有很多的功能键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还会发现 Honda Sensing 的功能按键 没有错啦 其实这款车是支援 Honda Sensing 的 包括像是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啊 车道维持系统 眼镜光灯 自动调节等等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在这个 WRV 上面看到 不过据说它的 SEC 是没有这个 Stop and Go 功能的 不过以这样子价位的车款来讲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另外一点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它并没有数位化仪表 它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指针加中间一个小型的彩色资讯屏 不过这样子的设计优势在于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 你要看清这个仪表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数位化仪表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反光比较严重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WRV 还有什么优势呢 就是它的空间 根据印尼的媒体测试 它们把几款同期的 SUV 也就是这个 Toyota 的 Rise Nissan 的 Magnait 还有这个 Honda 的 WRV 放在一起进行空间对比 实际上这个 WRV 的空间表现是最出色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 WRV 的轴距也是这三款车里面最小的 所以你不能不否认 Honda 的空间运用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所以以这样子的 Packaging 下来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特别的适合那种小型的家庭 因为不管是载人载物 等等等等 它都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在动力配置的部分呢 这一款车跟其他的同级对手就有点差别 因为其他的两个同级对手 例如说这个 Toyota 的 Rise 还有这个 Nissan 的 Magnait 它们采用的是 1.0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在这个 WRV 上面呢 它采用了和 City 一样的 1.5 公升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21 PS 峰制流率表现 145 Nm 这样子的动力配置够不够用 其实还不错 因为这个 WRV 的车重只有不到 1100 公斤 虽然讲它的轮胎尺寸大一点 车身高一点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引擎动力呢 在 City 上面已经非常不错了 所以在 WRV 上面也不会太差 最近呢 泰国的媒体 Headline Mate 就为这款车进行了实际的 0-100 测试 这款车他们总共进行了 4 次测试 成绩最快的那次为 10.92 秒 最慢的那一次是 10.95 秒 其实看这样的数据不大差 对不对 因为它的两个对手 0-100 加速大概是 12 秒到 13 秒 所以呢 WRV 不愧是同级动力最强的小型 SUV 除了动力强之外呢 它的油耗表现其实也非常的出色啦 在这个泰国 它们除了进行 0-100 测试之外 它们还进行了这个油耗测试 再买两个人 开启冷气 然后定速巡航维持着 110 之后呢 它们获得的油耗是 17.11 公里 1 公升 这个油耗大家觉得怎么样 相信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价格的部分 我们就以这个印尼的版本作为一个参考 其实在印尼呢 WRV 的价格是稍微低于 City Hatchback 的 所以我们自己就裁车啦 它的价格应该会跟 City 差不多 这样子一来 Honda 在这个价位端呢 它就给了三种选项 你要 Sedan 它有 Sedan 你要先背车 它要先背车 你要 SUV 它同样也是有 SUV 那么这个市场会不会重叠呢 我觉得还好 因为主要这三款车型瞄准的消费者基本都不同 所以喜欢什么车款买什么车款 反正赚钱的都是 Honda 至于上市时间部分 原厂暂时还没有公布啦 他们只是表示在今年内这款车会上市 你们觉得这款车几时上市呢?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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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